这句话初听上去,给人三观不是很正的感觉,被人喜欢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,怎么反而就证明了自己很差劲了呢? 可仔细一想,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,如果有很多的异性追求你,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反省自己,是不是自己还不够优秀,才会给那么多人有自信来追求你? 而不是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很受欢迎,我之前曾经说过,决定你一个男人,会不会是追求一个女人的条件有两个,一个是你的价值,这很好理解,你是高原人和你是普通人,吸引到的追求者数量肯定是不能比的,高原人真站在你面前,你敢去表白吗? 而另一个是你的可得性,换句话来说就是追求你的成功率,如果你美得像高原人一样,想追你的人一定很多,但真的会采取实际行动去追求你,而不光是打打嘴炮的人,数量肯定要上伤很多, 在经济学上有一种评估办法,叫做供需决定论,资给越少或需求越大的资源,它的价格就越高,美貌肯定是稀缺资源美好的,那么漂亮的女生找对象也一样,都是由自身的水平和胭脂的程度,在诸多需求中选择最优,这本身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。 大多数情况下,男性作为在恋爱中的主动方,他们在追求行动中,所付出的成本是比作为被动方的女性要高的,当追求失败时,这些付出就会成为沉默成本,不能带来任何收益, 而男人作为一种非常实际,也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动物,当他们知道自己追你的结果,很可能是花了大力气,也依然会失败的话,那么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去付诸行动,也许嘴稍聊几句这种无性付出还可能会有,但时间,心情和精力,这些时期付出就不可能了,如果你身边真的有很多异性追逐你,那么可能的情况有两种, 已是你的价值极高,高到令他们觉得,就算需要面对种多情敌的围攻,但只要追得到你,那么,无论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都是值得的,不过一般来说,这种情况都是发生在玛丽苏偶像剧里面的,现实生活极其少见,第二种情况,就是你的可得性极高,或者说至少看上去可得性很高, 从而,让男人觉得,自己只需要随便说几句甜言蜜语,就能把你轻松追到手,这种情况下,只要你的其他条件没有差到,令人接受不了,就绝对不会缺乏追求者, 因为男人本质上,对于低沉稳的交配机会没有抵抗力,前段时间,过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,一走进包厢就看到有个女生拿着酒杯扯着嗓门说, 真的?你们这一个个都马上三十岁的人了,怎么这么多单身?不像我,真的是不知道该和谁在一起? 前几天有个猜跑马的天天约我去吃饭,还给我送了瓶香奈儿的姜水,说要娶我,上段时间还有一个开奔驰的说,要为了我离婚, 我看到他旁边坐着的几个女生都没大意他,倒是有几个男生殷勤的起身为他倒酒,据我所知,那个女生口中的奔驰男,当时追求他确实满火热的, 仰言要离婚娶他也是真的,只是这事在两人在一起三个月后,被对方老婆发现,这男子就突然没了音讯, 那个跑马男我也认识,条件确实挺好的,不过,永远感也是十足, 自以为是黄金单身汉,到处聊没,这个女生只是他聊的其中一个而已,其实,我那个女生朋友也挺可怜的, 到了现在,还是一直没有遇见过一个真心真意爱他,为他付出的男人,久而久之,他就喜欢上了被男生包围的感觉, 也不管这个男生有没有结婚,有没有对他真心,其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,被很多不合适的男生喜欢,也未必是一件好事, 单身的时候最怕遇见什么,遇见不潇湿的,这个时候我希望女生明白一个道理,被一万个这样的男生喜欢都不是什么好事, 女生如蓝,一个女生,如果习惯了低质量的喜欢,这会导致你对男人的下限,跟要求越来越低, 有句话我非常喜欢,叫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,当你习惯被劣之男性所围绕,并且还沾沾自喜乐在其中时, 那么你的生活就只能围绕着这些人了,因此,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低质量的追求, 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提高自己的价值,这样追求者的质量也会自然随之提升, 我有个朋友,快30岁了,条件特别优秀,长得真心好看,也舍得给自己保养, 出门都以为才20出头,收入也很好,一年进一百万的年薪, 可偏偏单身了很久,就在前段时间,终于传来了他准备订婚的消息, 他说,自己单身这么久,其实心里也着急,可确实一直没有遇见什么追求他的人, 一来是他的圈子比较高级,二来是他从不接触比他差劲的男生, 直到年初,他才遇见一个十分优秀的男生,收入是他的好几倍, 转型专一,事业稳定上升,你想要遇见多优秀的男生, 你就要成为多优秀的自己,还有一个可行的做法是, 降低自己的可得性,当有低价值的一行向你是好时, 果断一点拒绝他,不要给他幻想的机会,相信我, 他们是绝对不会有自材烂打的勇气和毅力的, 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害羞,没办法直接说出拒绝的话, 那么可以在对方聊你的时候冷戴一点, 他说什么,你都用,嗯,哦,我知道这类节短的语句回复, 这样来几次,男生基本也明白你对他的态度了, 被狮子保护过的人是看不上野狗的, 有些人的爱是,想把全世界,你喜欢的都送给你, 而有些人的爱只是一天问你八百遍你在干嘛呆奶, 他们的爱只停留在嘴上,说了就等同于做了,极其廉价, 所以,当你吸引到很多这样的追求者时, 我希望你能够把景下你自己,是不是真的太差劲了, 毕竟,好的爱情不是被千万人喜欢, 而是有人在千万人只喜欢你一个, 每日前你互动追求你的人符合你要求的有几个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